第四十四季 魔棍的故事 我们亲爱的公猫米克什 特别爱到地底去散步 武林官不清拿知道得很清楚 但他从不像对待别的包那样禁止米克什 因为他了解米克什是一只很规矩的猫 从不欺负鸟 兔子 有一天傍晚 米克什在圣西里约翰雕向前的地里散着步 地底的庄稼长得很高 他以猫儿特有的本领轻步地走着 发现了人眼根本发现不了的东西 当他走到布拉普佐夫家的那块地的尽头的时候 他看见在高高的田梗上 有一条类似响尾蛇的东西在跳动 可是眼里很好的米克什马上就看出来 这不是一条响尾蛇 而是一根普普通通的棍子 米克什暗自嘀咕说 这可真是火箭鬼了 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棍子跳舞呢 哦 这气扭八扭的还往高里跳 一边跳一边还唱着拉拉拉 毛儿出架了 狗儿起滩了 米克什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会儿这根奇怪的棍子 然后决定抓住它 看个仔细 它轻轻地悄悄地溜了过去 不让那根神秘的棍子发现 然后就那么一下 它正好抓住棍子小脑袋下面的脖子 可是它刚一碰着棍子 棍子就变直了 不动了 这是一根猎人或者是牧人手里常拿的一般的棍子 只是脑袋雕刻得很漂亮 米克什把它抓得紧紧的 免得它跑掉 米克什都能说 你只管装成什么也不会的傻瓜样子 可我知道 你都会些什么 你像金龟子一样 被人抓着 却装死不动了 然后米克什就把这棍子带着回到了家里 把它锁在了柜子里 开头几天 米克什只拄着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让这根棍子习惯和自己在一起 直到后来米克什感到棍子已经乐意归顺自己了 才带着它到外面去散步 棍子很乖 根本没打算逃跑 连有一回米克什把它放在墙根那儿 背个身去背对着它 它也没有逃跑 因此米克什相信它已经乐意待在这儿了 所以就再也不给它上锁了 从此 米克什走到哪儿都带着这根棍子 米克什非常喜欢这根棍子 因为他知道 尽管自从被它抓到手以后 棍子从来没有露过声色 但实际上这棍子的本事很大 只要它乐意的话 什么都会干的 有一天晚上 米克什去找 庚夫拉巴斯老爹聊天了 月亮亮得如同睁大了的眼睛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而明亮的月夜 阿巴斯老爹坐在村心广场 那棵菩提树下的凳子上 安安静静地抽着烟 等到十一点 他便起身去打羹 他和蔼地欢迎米克什的来访 立刻在他的身旁 嚷出个空位子来给他坐 米克什把他的棍子 放在庚夫老爹的棍子的旁边坐下来 和老爹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 突然 米克什停止了讲话 竖起了耳朵 庚夫老爹说 嗯 怎么了 米克什大叔 米克什说 我好像觉得这两根棍子在吵架 你想到哪儿去了 米克什大叔 他们什么事也干不了 我的天哪 这怎么可能呢 庚夫老爹哈哈地笑了起来 你可别那么想 拉巴斯大叔 难说呀 对我那根棍子我知道底细的 它不会多事的 跟你那根可够调皮的 再说 它有一张厉害的嘴啊 弄不好会把我的棍子咬一口的 哦 是吗 那就把它们分开放放好了 庚夫老爹嘟囔着把他的那根棍子 换到了凳子的另一头 沉默了一会儿 让我严肃地说 米克什大叔啊 你别以为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不久前我也碰到了这么一件怪事 我家有只猫 叫科杜卡 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猫 半点也赶不上你这股能干劲啊 米克什大叔 也许有人会说它是一只够笨的猫 可是上个礼拜的一天 那天夜里我坐在门廊上 科杜卡坐在我的旁边 我困得要命 我使劲地打起精神 可是啊 还是没支撑住 打了一会儿瞌睡 突然我就清清楚楚地听到科杜卡说 大叔 十二点了 睡好去吧 孙长今天恰恰没睡觉 他要看您是不是每隔一个钟头 掐着时间吹死号 啊 我一看表 果然 差五分十二点 我抓起了小号 就跑到了村心广场去报道 啊 你怎么看呢 米克什大叔 第二天 村长齐哈克先生见了我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嗯 吹号很准时吗 拉巴斯 昨天我喝对了 为此 讲你一双皮鞋 从此我不让可多卡受半点委屈 更复老爹说完了之后啊 慢慢地起身去吹十一点的号了 米克什也站起来拿着棍子朝家走 到处一片寂静 连树上的叶子也没有半点动静 仿佛全村都睡熟了 可是 当米克什走到哈喽不假的附近的时候 只听到有人在悄声地说话 那四处张望 看看谁还是在熬夜呢 可是没见一个人影 只看到老狗握些蝎 还可蹲在那儿 在离他不远的前面 草堆旁坐着两只小猫 一只黑的 一只花的 小黑猫对小花猫说 马歇克 咱们来这赶着玩吧 等那个大能人 米克什先生走了以后再说 要不他又得教训我们了 突然 卧西歇克的老狗 冲着这两只小猫嚷嚷起来 我看呐 我得教训教训你们了 看你们把那堆干草弄得乱七八糟的 小黑猫对老狗嚷了一句 睡你的吧 你这梅牙狼 嚷完 立刻就跑了 小花猫呢 也嘟弄了一句什么 可是 卧西歇克没有注意 米歇克嘟弄了一句 小金天这些年轻人呢 他就继续往前走 他无忧无虑地迈着踏步 因为他知道 所有的狗都认识他 没有一只敢欺负他 可是他并不知道 当天傍晚 世纪切克家领来了一条新狗 黑得像鬼 凶得要命 米克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当这条狗从 世纪切克家院子里窜出来扑向他的时候 他不禁大吃一惊 可怜的米克是当时吓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他正想赶快脱了鞋 爬到离他最近的一棵树上去 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还没等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他手里的棍子自己冲出去了 跳到了恶狗的身边 朝他的身上使劲地抽打着 狗儿气得汪汪地叫 开始疯狂地朝棍子扑来 这不是找错了对象吗 狗儿一会儿耳朵挨一棍 一会儿背上又挨一棍 逼着他不得不溜之大吉 逃回院子去了 棍子呢 还追着他打了几下 然后又安安静静地 回到了惊讶的米克是的身边了 来吧 米克是打手 他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说 过来吧 您什么也不用怕 谁也不许欺负您 谁也不许碰您一下 我喜欢您 我将永远留在您的身边 因为我在您的身边已经非常习惯了 所以我也得告诉您 我究竟是谁 你一定读过一篇叫做 《魔棍啊动一动的童话吧》 那里面的那个魔棍 专门惩罚那个爱偷东西的饭店老板 告诉您 那个魔棍就是我的亲爷爷 那还用说吗 米克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根棍子 他本想问这个棍子几句什么话 可是魔棍 又自动回到了米克是的爪子里 便成了一根普通的棍子 一句话也不说了 米克是被这一切弄得糊里糊涂的 他轻轻地握着棍子的脖子 生怕掐坏了他 一到家便把他放在床上 让他舒舒服服地休息 从此 他更加爱惜那个神秘的棍子了 我天晓得 这个秘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从那以后 孩子们见了米克是 也比以前更加地恭敬了 每次遇到他 都要肃然起敬地 瞧瞧他的 那根棍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